一个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戴口罩的问题 中国人戴口罩就是生命第一的一个 在自己头脑当中的一个反应 戴口罩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问题 但是你要到了西方那种社会 他也以个人为本 他戴口罩认为是个人自由的问题 戴口罩是违反人权 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他很反弹的很厉害 这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还有这个从文字上也可以看到差别 这个戴口罩这个口罩 英文叫mask 这个mask就是面具的意思 我们这个口罩就是盖口的 中汉语的口罩就是盖口的 所以这俩字本身出现的话就很吓人 西方是一个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 他们最关心的个体 最关心的是自由 这两个是很普通的哲学 一个是着眼于整体的生命关系 一个是只讲一级 你着眼于一个整体的生命的关系 那就是家国天下 这个国家社会家庭 个人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是连在一起的 对他在一起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